大家好,我們是明明Joe 我是建民 我是Jimmy 那最近我們發生了一件比較可怕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的由來就是 我們最近是一個電視節目叫同學來的固定班底 對 上個禮拜我們有一個企劃叫試膽大會 那這個試膽大會的內容就是需要出外景的 我們得到北部深山的某一座飛機診所做探險 也就是夜床飛墟的意思 沒錯 沒錯 對,我們進去廢墟就是開始開錄之前呢 其實就已經遇到了很多 應該說我覺得很不尋常的一些事情啦 那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先讓大家看一下畫面 對 等一下等一下 喔白痴喔 他已經到了 喔Shit 我剛剛已經看到了 是攝影師嗎 欸他們這樣一直到嗎 不會太早 對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欸大哥 等一下我看怎麼看 哇現在精神是有起來了喔 哇 欸 哇 欸 文文沒事吧 沒事 不要緊張 天啊 沒事沒事沒事 劇名鋼子一撞上去 他鋼子一撞上去 他鋼子一撞上去 不要再讓我緊張了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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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剛剛被撞的 我們看一下正常長這個樣子 是我在去拍攝四檔大會之前 也就是在上山之前 我就為了安全 因為下雨天 我還特別把車子拿去給修車廠進行檢查了一下 那在上去的過程當中也沒有問題 接到我們另外一個班底之後 我們看到攝影師跟攝影師打完招呼 然後我想說啊那不然回轉好了 攝影師那邊的位置比較OK 在那一叉那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明明是發覺角度是過不去的 一定會撞到山地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是踩煞車 我是突然間的有私利去踩那個油門 就直接給它踩到底 然後撞到之後我才緊急緩過來 我才踩煞車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可能是亢奮 可能是緊張 所以才可能沒有分清楚撞了上去 但在當下我們只有感受到 好像有人在警告我們 你不要進來 然後呢我下車之後就 喔俊明挺好車的 就突然尿急 我說我要去上廁所 但荒郊野外 你就是只能在路邊嘛 就是那個雜草堆那邊上廁所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旁邊有一間廟 那個廟是英工廟 因為我家裡有在拜拜的習慣 所以有老人家都會講說 外面的小廟不要亂拜 因為你會拜錯 有一種廟要做英工廟 那這個廟的由來是這樣 就是當地啊 可能以前很早之前 有發生過很多天災人禍 所以導致很多人死掉 那這些死掉的人呢 完全找不到地方可以 把他葬起來 所以說他的家人也找不到他 那這些無主的孤魂呢 就會在那邊遊蕩 為了讓他們有個安頓的地方 所以建了一個英工廟 經過的時候看到這些廟 其實我是超級超級毛的 我不是那種會移神移鬼的人 但是我就一直覺得有人在我背後盯著我 家裡老人家跟我講說 你在外面如果感覺不對 你就立刻離開那個地方 因為人不會突然覺得有人在盯著他 如果你真的有感受到有人在盯著你 那就是真的有人在盯著你 然後結果後面我們就已經進去探險了 那探險的畫面的話 我那天結束之後 老師我幫我們進行一些就是 類似收金或者是八卦證的東西打在我們身上 結束完之後呢 我認為沒有什麼事了 我在節目上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在這一集的狀況下 我就比較亢奮一點 播出我們那個片段影片 大家在看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很想吐很想吐很想吐 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播完影片的時候 我就趕快寫白白說我真的很不舒服 郭祝珍說他不舒服 他想出去吐一下 稍微好一點點的時候 我看得到東西的那個白白跟我講說 那一天我們在現場 一個好兄弟其實在錄影的當下 有跟到現場來 我大概好像理解了為什麼我會這麼不舒服 而且我在看影片的時候是一直冒冷汗的 我是一直在冒冷汗的 我們結束拍攝完的時候 我跟白白在聊 他知道我撞車了 講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他也覺得今天很不對勁 他一直覺得有一個預兆 好不能來 他從家裡出來的時候 他出來的時候 本來沒事騎車好好沒事 突然騎到一半就爆胎了 對 就這麼妙 我撞車 他爆胎 然後 後面又跟著我們到現場 這支影片的主要就是想 提醒大家就是 因為以前也有人去跟我們敲碗過 希望我們去拍一些 試卵大會或者是探險的影片 但我跟巨明真的是抽出來 我覺得不要 我覺得這種事情我們真的 我覺得我沒辦法 就是 因為今天是 節目 然後我覺得 OK 然後我們可以去玩 然後有很多人這樣 但如果今天要我們特別去 以這個 做一個題材去拍攝的話 我真的 不敢 No way No way 我覺得人家就 因為我們出來的時候 有請一個老師來 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講說 平常呢 你沒事就不要來這個地方 就是人家好好的住在這邊 你就不要來打擾他 真的是這樣 對不要 人家在講說給小 你知道嗎 你就不要太給小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在這裡也提醒大家 就不要去嘗試這件事情 祝大家平安